大午安 今天從現場 持續帶迎來聚焦的是台海局勢 根據美國媒體先前曝光的 美軍有所謂的台海無人地獄的計畫 現在有更多的細節曝光了 好 原因就是呢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先前就報導說 美軍的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 他就表示說 如果解放軍真的出動兵力 武力犯台那一刻的話 那美軍早就已經設定好 所謂的地獄景象的計畫 會正式啟動 好 什麼是地獄景象的計畫呢 就是以量取勝 包括了美軍會出動了 數以千計的無人機 還有無人艇齊發 將解放軍的大量船艦殲滅在台海裡頭 造成就像是修羅場一樣的 慘烈的情況 而最終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造成解放軍的最大傷害 好 不過對於帕帕羅先前 就被美國媒體爆出 有這樣子的說法 五角大廈又是怎麼回應的呢 因為在後來幾天的 美國國防部的一些例行記者會上頭 記者當然也問到說 五角大廈真的有所謂的 無人地獄的計畫嗎 就在台海這邊在部署嗎 好 但是五角大廈是很低調的回應 好 不過現在根據了美國媒體海軍新聞 有一個最新的報導表示說 美軍其實早就對所謂的地獄景象的準備工作 已經開始了 好 原因就是呢 美國這幾年一直在開發無人的武器系統 大約是有數十項的計畫 也包括了這個複製者計畫 就是要在台海這邊打造強大的打擊力 好 包括了兩大的細節要來應對解放軍 第一個就是要阻止解放軍的入侵 要造成解放軍的最大傷害 讓美國和盟友有足夠的時間 在西太平洋這邊建立一個新的部隊 另外就是在這個計畫當中 要收集敵軍的情報 確保美軍和盟友在全球衛星定位的系統 還有情報收集 可能會受到敵軍的干擾之下 還有辦法順利作戰 好 但是對於說 美軍有所謂在台海這邊的無人地獄計畫 其實大陸的媒體這幾天也有相關的報導 包括這是大陸官媒旗下的一個微信公眾號 書密院10號就指出說 大陸國防部是也有準備的 他們有向企業發出邀約 目標是要建造一種小型的無人水面艇 要滿足是美國海軍隊 只能夠這種高速攔截敵方船隻的 小型自主攻擊艇的一個作戰需求 另外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則是引述一名 大陸的軍事專家的說法 表示說美國印太司令的這種地獄景觀的描述 其實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恐嚇 同時今天台也很質疑說 美國的科研還有工業能力 其實34年間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好 兩岸情勢緊張 到底是誰在從中點火呢 中國大陸的前駐美大使崔天凱 其實他今年2月份的時候 他在一場研討會當中就指出說 中國是不會掉入別人設下的台海戰爭的陷阱 當時崔天凱也指出 中美之間的信任度很低 認為兩國之間還是要累積互信 首先得要有善意和承信 好 另外要來看到是美國總統拜登 這回又好像出了點狀況 他先前在GCM峰會上頭曾經被發現再度出現走神的情形 而上週他還出席一場總統的競選募款餐會時 似乎再度當機了 好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拜登參加的活動告一段落時 其實他要準備下台了 但是他一度是站在舞台的中間 不知道到底要從哪裡去 一直就這樣呆呆地站著 看著台下將近10秒鐘 而事前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伸手拉了拜登的手腕 隨後呢把手撫在他的背後走下舞台 好 不過對於整段影片 其實白宮後來也有發表聲明反擊 認為說這是有關媒體的刻意報導 並且刻意渲染 某種程度是一種錯誤的報導 好 當然拜登現在已經81歲了 外界都很質疑說他的健康跟身心狀況 到底能不能升任總統的繁忙任務呢 對手前總統川普 雖然是比拜登小三歲半 但是川普他也常常公開嘲笑 拜登是有認知障礙的 可是在上個週末 川普他也當眾口誤叫錯 醫生的名字直接打臉自己 好 川普雖然說 每次公開場合現身的時候 他都是意氣風發 致催自雷的 但是這一回把醫生的名字說錯了 因為這一位他是就任於 美國白宮的一個前醫生 明明是姓的是傑克森 不是強森 川普上星期 其實才剛剛慶祝完78歲的生日 而慶生會當中 他還是再度嘲笑 81歲的拜登太老了 應該要做做認知測試 但是他如今自己也發生了 恐怖的狀況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動力 維持青春美麗嗎 618年中慶 實際言膠原蛋白生態 買6盒就送5包 每日完勝口含定 買8盒就在加碼送 14包夢夢水飲品 絕對能讓你滿載而歸 全場消費滿千 就送百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 購物體驗吧